人性男子肝硬化 定期回诊原本都能控制病情 日前却听信邻居偏方 把草药食薄煮成汤汁来喝 造成肾脏衰竭 应该是因为他吃了 这个不知名的这种食薄 这个植物 所造成的一个急性的肾脏衰竭 中医师表示 草药上千种各有不同功能 就算是同一种疾病 在急性或慢性时期的用药 也大大不同 民众自己当医生 简直拿命开玩笑 还有一些草药吃的 它会造成我们整个 血球功能的低下 也就是说对我们骨髓的 造血功能会变差 比如说它白血球会降低 或者是它血小板会降低 那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被感染 或者是出血 尤其肝病患者 凝血功能不好 物性偏方可能引发大量出血 而肾脏可是24小时 不断运作的敏感器官 平常要排出慢性疾病的药物 已经够累 患者又多吃偏方 只有加重负担 所有的废弃产物 都要经过肾脏排泄掉 它平常受到的压力就比较大 因为所有的 它像个下水道一样 如果再多一些根本 这种有一些是毒性成分的 那当然就有可能会造成肾脏进一步的受伤 所幸灵性男子定期追踪 医师发现及早介入治疗 停止偏方之后肾功能渐渐恢复 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必须终身洗肾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还有来关心您